一言无缝从家乡土耳其来台发展多年 他在2015年与台湾妻子登记结婚 并在2018年拿到了期待已久的台湾身份证 成为了半个台湾人 近期他带着妻女回乡探亲 顺道前往维也纳旅游 他和家人准备达乘飞机 前往维也纳的时候 使用了土耳其护照 不留海关提醒他 土耳其护照持有者需要签证 或是奥地利的拘留证 才可以登上飞机启程 否则将会被前往返回国 吴凤健壮立刻拿出台湾护照表示 台湾人不需要签证 而对于免签的优待 他也开心地表示真的超爱台湾 热爱台湾的他也曾分享自己的旅游小习惯 那就是在离开饭店的时候 会留下小纸条来感谢饭店人员 并写下来自台湾的字眼 希望对方知道台湾人的友善 这样的举动也引来往我们大赞 他真的是很棒的国民外交